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个分界线就是黑海离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 这里高大的山脉就自然的区隔了民族信仰和生活习惯 其中大高加索山脉和小高加索山脉是最重要的地理分界 山脉北方就是俄罗斯 南方就是广大的伊斯兰世界 如今这个地区有三个小国家 分别是格鲁吉亚 阿塞贝尔江和亚美尼亚 就是人们常说的高加索三国 但正因为这里是处于两种文明的交辉地 所以民族和宗教问题就从没有消失过 高加索三国虽然位置相邻 但是三个国家的信仰也都各不相同 其中格鲁吉亚和他的北方邻居俄罗斯一样 主要信封的是东正教 阿塞贝尔江地理上是更靠近伊朗 所以也和伊朗一样属于伊斯兰教的什叶派 唯独只有亚美尼亚 它是属于地球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 虽然和东正教相对亲近一些 但是也可以算是和周边的国家完全不相同 亚美尼亚和伊斯兰这两个国家 就好像是位于广袤伊斯兰大地上的两座孤岛 如果不想灭亡 就必须不停的战斗 而在近千年的奋斗过程中 亚美尼亚命中注定的敌人 就是比邻而居的土耳其 2020年 亚美尼亚和阿塞贝江爆发了武装冲突 虽然这两个国家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原因 但是不能否认的是 亚美尼亚是获得了俄罗斯的支持 而阿塞贝江依靠的是土耳其的帮助 土方甚至有军队进驻阿塞贝江 随时准备亲自出手打击亚美尼亚 那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聊一聊 亚美尼亚和土耳其之间这段千年恩怨的故事 要说亚美尼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 它也曾经是整个高加索地区最强大的国家 在它的鼎盛时期 国土面积也比今天要大得多 包括今天的土耳其东北部地区 阿塞贝江的大部分地区和格鲁基亚南部地区 亚美尼亚人在这里统治的时间长达1000多年 在圣经里诺亚方舟最后停靠的地方 就是亚美尼亚的阿勒山 因此这座山也被亚美尼亚人视为神山 可以说是亚美尼亚人的精神象征 但就是这座亚美尼亚人心中的神山 今天却归属为土耳其所有 亚美尼亚人只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远远眺望 从11世纪开始 突厥系的民族就向西迁徙 并且入侵当地的国家 像库尔德 亚美尼亚等这些民族 先后算是倒在了他们的见下了 正是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古老的亚美尼亚就被瓜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 西亚美尼亚基本就被土耳其占领了 东亚美尼亚先后就被伊朗和俄国煎禀 其中一小部分最终就独立成为现在的亚美尼亚国 前面提过 亚美尼亚是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之一 所以在被奥斯曼通病之后 亚美尼亚人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文化传统 他们有自己的聚居点 讲亚美尼亚语 并且定期要去教堂做礼拜 直到20世纪的初也 奥斯曼帝国东部地区 依然居住了大约有250万亚美尼亚人 当然 奥斯曼帝国允许异教徒的存在 只是为了方便统治 减少反对的声音而已 毕竟 奥斯曼属于伊斯兰世界国家 所以国内的异教徒在社会的诸多方面 仍然是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比如基督徒要交更高的税金 产生纠纷的时候 基督徒在法庭上的证词是无效的 他们出门不可以随身携带武器 并且教堂里的钟不能被敲响 正是由于存在着一系列的歧视政策 所以整个地区的民族矛盾 就从来没有间断过 如果只是一些矛盾的话 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最严重的问题是奥斯曼帝国对这些异教徒 从来都是很不放心的 用中国的话说 就是非我族类齐心避意 他们一直担心这些境内的不安定分子 会里通外国 比如北方的宿敌俄国 可能就给国家带来了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 1890年 奥斯曼帝国组建了一支准军事部队 他们不属于国家珍贵军 但是拥有很强的武装水平 你可以理解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武警部队吧 这支武装力量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国家内部的异教徒地区保持稳定 主要打交道的对象就是亚民亚人 比较不幸的在于 这支武装力量建立金金雾五年之后就派上了用战 前面提到由于奥斯曼常年实行了很强的歧视性政策 导致异教徒们的不满情绪是越来越强 1895年10月1日 有2000亚美尼亚人在军事产典宝抗议 希望国家对这些歧视性政策进行一些改革 但就是这种行动算是彻底拉断了奥斯曼容忍异教徒的最后一根血 抗议活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这还不算 奥斯曼在全国范围内就开展了抓捕和打击亚毒分子的行动 史称叫哈米格大屠杀 由于奥斯曼自己没有记录的具体数字 据西方世界估计有近30万亚美尼亚人就死于这场浩劫 当时驻奥斯曼的法国大使行动这次事件时说 大屠杀无处不在 基督徒被毫无区别的谋杀 他们做任何他们喜欢的事情 以基督徒作为代价 包括满足他们男人的一时兴起 但是无论如何 19世纪末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是到了强武之末 几年之后的1912年 第一次巴尔干战争里面 奥斯曼帝国战败不得已 割让了几乎85%的欧洲领土 战后奥斯曼帝国进行总结 得到的结论不是武器落后官僚参赴 或者是军队建设的问题 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是由于国内不能团结一致 而导致的安拉降下了惩罚 他们所谓的不团结 主要是指国内生活了太多的异教徒和异徒人 就是他们的存在让国家缺乏凝聚力 也正是因为如此 奥斯曼内部的民族矛盾被快速放大 而同一时期的另一件事 也让事情变得更加紧张 在俄土战争里 俄国驱逐了自己境内的达良穆斯林 总人数超过100万人 奥斯曼对穆斯林兄弟当然是非常同情的了 所以这些人大部分都进入了土耳其 来到了亚美尼亚人生活的地区 由于本身国内就存在着对异教徒的不公平政策 现在又来了近百万的穆斯林 抢走了本来就不多的生活资源 加上这些人 都是刚刚被俄罗斯的基督徒们欺负的背景离乡 所以对于同属于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的怨恨 也就非常的深了 这就导致亚美尼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奥斯曼选择加入了同盟国阵营 但此时的帝国已经是千疮百苦 战争打得也并不顺利 虽然也打赢过为数不多的一些著名战役 比如说加利伯利之战 但也算是损失惨重 这次战役 我在前面的奥斯曼帝国最后的辉煌 加利伯利之战节目里面详细的讲过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看 那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帝国内部依然有一部分人把责任就归咎于异教徒 认为正是因为亚美尼亚等民族勾结了境外势力 才导致了战争势力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内政部长叫塔拉特巴恰说 要想一劳永逸的解决亚美尼亚问题 就必须从肉体上消灭亚美尼亚这个种 而仇恨一旦种下 它就可以自己生根发芽 战争往往就是最好的土壤 可以把人类的负命情绪无限的放大 奥斯曼人的仇恨终于在一战大响之后 促使他们必须开始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于是在1914年 奥斯曼政府开始落实对亚美尼亚人的驱逐计划 首先是解除武装 清除部队里面所有的亚美尼亚人 1915年2月25日 帝国总参部下令对军队中所有的亚美尼亚人撤职 并调配到不能持有其的后勤部门 同时是大量征召15到40岁的亚美尼亚男性入伍 不配法武器 专职进行重体力刀目 而这种消灭亚美尼亚族群战斗力的政策 意图是非常的明显 也引起了亚美尼亚人的警觉 1915年4月 在亚美尼亚人聚居的帆城 政府要求征召4000人充实前线 但是被当地人拒绝了 于是当地的政府 以搜查武器为有 就开始在帆城纵兵烧杀 当地大约有1500人就和政府军对抗 并发生了交火 最终俄国人是趁乱占领了这座城市 那就是这起事件 是彻底激怒了奥斯曼政 仅在冲突发生的4天之内 政府军就拘禁了 约270名亚美尼亚精英阶层的人士 包括知识分子 工商界的领袖和宗教人士 这些人最终都没能活着 5月内政部就要求立法 准许迁移及重新安置亚美尼亚人到其他地方 理由是国内有些地方出现了亚美尼亚人的暴乱和屠杀 而他们所谓的迁移和重新安置 实际上就是给大屠杀换了个人员 于是上百万的亚美尼亚人就被集中起来进行迁移 目的地是叙利亚的沙漠地区 在那儿没有食物没有水 也没有住房等这些生活设施 而就在迁移的路上 很多人是被扒光了衣服要求在烈日下行走 途中如果你停下来休息就会被枪杀 很多人在路上就脱水而死 队伍所过之处那是岛湖遍野算是惨绝人玩 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他们有两个选择 要么你死在路上要么你死在重点 被转移安置的近二百万人能活着走到叙利亚的不足七十万 然而奥斯曼人怎么可能让这七十万人就这么安静的活下去呢 政府在沙漠里面指定了二十五个安置地 并且要求所有活的人不停的在这二十五个地点中转移 直到一九一六年的四月 所有转移安置的亚美尼亚人全部死 此时据政府提出立法要求迁移一族的时间 仅仅过去了十一个月 而当时一名土耳其的军官说 这场流放就是对基督徒的清算 奥斯曼的行为震惊了世界 当时的情况被他们一战的盟友 德意志和奥雄帝国方面 以及中立国的美国记者都报道出来了 世界上包括美 德 法 俄等二十多个国家 官方承认这是一场种族屠杀 欧洲议会也认为这是反人类的打屠杀事件 联合国也把这次事件定性为种族灭绝行 但就算这样 无论是当时的奥斯曼帝国 还是后来重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政府 都不认可这是国际社会认定的 种族灭绝行 土耳其共和国的官方立场是 亚美尼亚人在迁移的过程中 死亡不属于种族灭绝 因为他们的死亡并不是政府蓄意策划的 另外 种族灭绝这个单词是直到1943年才诞生的 所以在此之前的事情 当然不属于种族灭绝了 但是无论官方如何辩解 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 那就是1914年土耳其境内 有250万亚美尼亚人 那到1922年只剩下不到40万了 二战之后各个国家都得到了一定的休养生息 在土耳其2020年一季度的人口统计里面 亚美尼亚人口的数据不低于15万人 天知道在1922年后的亚美尼亚人又经历了些什么 历史虽然说是可以任人打扮 但所有经历过的亚美尼亚人都不会忘记 在听完今天这个故事之后 你再回过头去看看2020年亚美尼亚和阿塞贝江的冲突事件 就很容易体会到亚美尼亚人的感受了 那正是因为土耳其在背后的支持 甚至准备亲自入场 亚美尼亚面对强敌 那是上下一心 同仇敌态 对全国所有的士林男性都做出了战争总动员 甚至海外的族人也是积极响应 随时准备回国是共赴国难 那这就是因为亚美尼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这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液里 宁死也不愿意让历史再次成绵 那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 欢迎朋友们点赞关注评论者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们下次见 by bwd6